张博之服装店因疫情再次停业,但仍给员工发工资,月亏损高达6位数。 3月9日,根据港媒报道,因受疫情影响,张博之开设的服装店已经暂停营业,开业时间另行通知,但网站服务照常。 据悉,张博之为了员工的安全不得不停业,不过在停业期间依旧是照常支取员工工资发放全新,绝不会影响员工的生计,可谓是中国好老板。 而相比于张博之的硬抗,谢霆锋的取其店避险策略则是灵活不少,谢霆锋为了保本,将所有门店都撤掉了,主作网上生意,并且大促销吸引顾客。 虽然门店关闭,但是网络上的服装生意正如火如荼地搞着,有时还会让小儿子Marcus充当背影模特。 这几年,张博之将事业逐步转移到内地,拍剧集上综艺街广告,还搞起了直播带货,作为单身妈妈,事业搞得风生水起,人气也不断提升。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,张博之确实很辛苦,不仅要赚钱养家还要育儿,压力可想而知。